因为有一点杂事 把我影响了 跟大家做点点今天事 很抱歉 很抱歉 我希望尽快的补上来 希望来得及 不过亚洲的朋友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不可能还在等这个节目 不过有的人已经发短信了 说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节目还没有来呀 好了 那么我只能非常简短的跟大家做一个点点今天事 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移民局正在检查 或者重新思考吧 对100多万留学生 如果你在美国不能进行线下教育 或者说你在美国进外 这几个月你回到了你的所作国 或者到了别的地方 通过线上的上课 按照美国移民局原来的早几天的一些新的规定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要取消如今美国的资格 如果在美国的呢 你就需要离开美国 那么这个消息 几乎可以说是对百万的留学生 倾天逼利 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留学生 对于这一点呢 华尔街电视是最早披露 我呢也是当天尽快地跟大家做了一个点评 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呢 这挺好的 你看那些留学生不是小粉红吗 趁此机会就把你们赶走 这是必须承担的后果 因为中国政府很糟糕吧 对吧 但是问题是 这个留学生不仅仅只是针对中国留学生 也针对全世界的留学生 有人就说了 这是川普总统 强迫需要美国尽快的正常运作 因为川普总统非常着急 现在虽然股票不错 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危机 那只有正常话 川普总统他心里面在放心 所以最近几天 美国的媒体上闹得非常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听说福奇啊 就是美国原来川普总统开记者会的时候 旁边的医学博士 福奇博士 现在被川普旁边的一批人把他妖魔化 认为他弄得不好就是一个恶底 什么恶底的 民主党的 就是制造美国现在的疫情危机 阻止了川普总统的 让美国重新振作起来 现在不是重新成为美国第一了 美国伟大的美国 而是要重新振作起来 对福奇这个事情 八卦新闻非常之多 也出现了一些恶毒对他的漫画 一些嘲论 川普总统自己都说 哎呀我个人对福奇 印象还是不错的 但他用了一个我个人 那就意味着别人的看法可能是很糟糕的 言下之意 福奇要重新回到白宫的可能性 真是比较少 事实上至少两个月 福奇不是没有向川普总统听到简报了 福奇这个事情 华人关心的可能比较少一点 华人还是关心留学生这个事情 最新的消息呢 听说对这个事情要有所调整 因为反弹实质太大 至少有17个州 向移民区提出起诉 哈佛大学麻省里根学院 加州大学南加大 大概有59所 可能更多或者更少 我不知道大概至少59所 大学向移民区提出了诉讼 这个实质是没有道理 实质是太粗糙 太粗糙 对这些年轻的学子太不公平 而美国是一个民意 很重视民意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不像中国政府 你这样纠正了 你这样发出一个文件 要它说回去 几乎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美国移民局 修改了这个 引起这么大反弹的一个制度 我最近还是要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来鼓掌 但是民主不是万能的 民主也不能保障领导人作出错误的判断 在我看起来美国疫情的严重 领导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大家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对疫情这个事情和恢复经济生产 大家争论很多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也是有可能不同的意见 那我的意见很简单 什么东西也没有比生命的安全更为重要 这个生命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生命安全保护了 疫情得到控制了 经济要反弹回来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 那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中共来讲 你要它纠正一个错误 一个罪行 那是非常困难的 你看香港的民主派 最近几天他们进行了初选 民主派的初选 而党内进行民主初选 这是一个全世界民主的政党的 最基本上的一个常态性的行为 没有任何奇怪的 那么这一次方明派参加进行初选的民众 比原来他们预计的至少多了三倍 那么这样对于香港的民主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在另外一个角度 也反映了香港仍然跟内地还是有些差别 但是从北京所谓的学者到中联办 到特首到港澳办 开始一层一层地指责这个初选是违法的 你就想一想 这个世界还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认定呢 这些行政的官员和所谓的学者 一个一个跳出来这是违法的 所以中国已经完全用他们的行动来证明了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法制是他们的公主而已 民意而已 他们愿意指责别人违法 剩下的就是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罢了 这样一讲起来 本来如果这一次的选举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甚至民主派能够取得胜利 然后中国政府还不去否定民主派取得胜利 那人们还说 虽然有了国安法 但是一国两制还是存在的 或者是至少存在相当多的成分 但是中共的做法 它是必须让香港死得更快一点 它不希望香港慢慢死去 它让大家对香港完全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前途 所以这是很令人悲伤的一个事情 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没办法每时每刻都给大家做这个点点 因为我的集中院工作 就是要把公司那些杂物的事情处理起来 那个确实影响了我一部分的经历 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美国的助理国务卿史蒂威 在CSIS 就是美国战略研究中心 进行了一场演讲 我希望没弄错吧 应该是CSIS吧 那么我曾经跟这个 所谓美国大概是排名第二还是第三还是第一的智库 在华盛顿开街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 那么这个智库经常会请美国的在任的官员 或者是下来的官员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将会持续不断的下去 会有很多的选项 那么我们也来得去看他演讲的前文 我们争取明天后天 看能不能把他的前文 或者是完整的内容 呈现给大家 我也不知道华尔街电视有没有报道 应该华尔街电视他们在这方面 是表现得非常快的 应该是做了一些报道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能够持续下去 我基本上是不怀念的 基本上是不怀念 因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的冲突 注定了美国会对中国不断的下狠手 像早几天我们华尔街电视的报道 里面披露出来对中概股的问题 就是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 那么之前呢 美国给中国概念股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特殊的待遇 也就是对这个审计报告要求的不是那么延 因为对这个审计报告要求不延 那么就使中共的那些隐藏的股份的持有者 就不会来曝光 就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而这些隐藏的股份在我看起来有相当一批人 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权贵家族 未必是官员本身 有可能是官员的家属或者是他的对治人 所以这个里面隐藏了很多的秘密 但是华尔街为了当时让中国的上市公司到美国来 所以给予了这么一个对审计方面的比较宽松的态度 而这一点呢 美国的参议院共和党的参议员 罗比奥已经提出多少次的批评 多次的批评 所以有可能要把这个政策落实下来 就是不让中国概念股 拥有独特的跟美国的集合公司不同的优待地位 那这样的话使很多的中概股有可能就要重新思考 我还要不要在华尔街上市 因为从国际的吸收资金的程度来讲 香港现在的政策市场也不错 所以有些人就采取的方式 就是我同时在香港上市 那么我在美国这个地方 不到万步得已我不会撤离 一旦真正有了危机 那我就从华尔街里面撤退出来 在香港保持一个在国际社会吸收资金的这么一个窗口 这是今天跟大家播报的一些主要的新闻 比较短 十几分钟 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准备 一到半个时匆匆忙忙 就跟大家做了点点今天事 那我看看我们的会员们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看看 制裁中国的一切都是在意识日程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是夸大了 不是说一切 就是说一部分 一部分 因为我跟大家讲了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美国自己要牵涉到自己的利益 如果美国在香港没有特别的利益 那么他当然下手的时候很狠 但是因为有美国自己的利益 所以呢 在这个惩罚的这个制度上 我觉得 哦 刘学生的政策已经撤销了 不错不错 太好了 刘学生的限制错误实在太糟糕了 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从当天一出现开始 我就给予了批评的态度 好吧 我就给大家简短报告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有时间的话呢 还会再给大家做点点中国 再见 谢谢